萨贝宁的嘴有多损 现场调侃成龙是代言杀手 您是著名的代言杀手 您代言过小霸王学习机 小霸王这个牌子倒闭 您代言过爱多VCD 爱多这个牌子不见了 您代言过焚黄可乐 这一代人几乎都没喝过 您代言过叫开迪汽车 据说全国才卖了900辆 当众给王建立挖坑 问您一下 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问 10点 一诺千斤吗 至少一诺百斤吧 那为什么当年您答应您的老班长 保密的事 今天您全说了呢 演讲师的一个憋笑 让马云对钱没兴趣 成了笑话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因为我最快乐的时候 是一个月拿91块钱 我当老师的时候 现场让周杰伦把歌唱清楚 你要是能清晰地把它唱出来 还蛮清楚的 周董在表演球季 潇洒也不忘耍帅 然后你可以来操我的球 我可以很 我可以操球吗 对可以操我的球 对对对 可以操我的球 哎 不错 来咯 仔细看一下 刘德华更是被尴尬住了 周润发梁朝伟同时掉到水里 你救谁 我赶快找石头把他砸死 不要让他上来 紧接着又是一个实际难题 张曼玉去关之林家找刘家林说 梁朝伟被黎明骗去张学有家 偷郭富城放在周润发柜子里 刘德华借给周星驰给成龙的工资一千元 坏就坏在 请问谁是小偷 应该是黎明